先來看儘管颱風來襲 不過在南投有一位高齡27歲的阿嬤 她為了要多賺點錢貼補家用 在風雨當中擺攤賣水果 有一位南大學生看到這樣的景象 趕緊上前幫水果阿嬤撐雨傘 雖然哈琳的醫生師 但她認為能夠幫助到阿嬤在內也值得 殘美颱風帶來強風豪雨 南投縣的街頭冷冷清清 但是67歲的水果阿嬤 卻堅守在路旁的水果灘 緊抓著隨時會被風吹倒的傘架 身上也被大雨淋濕了 只為了想多買一點水果 成功大學航菜系的學生 林尚如愛心補飯 放著阿嬤去抓傘 成了颱風天最美麗的風景 心酸啊 就是知道耶 這颱風天 已經太多有生意的感覺 就是她在這邊熟著 妳要等到幾點了 差不多 我六點才有的傘 六點是不是 蛤 這麼久喔 我們幫妳收一下啦 快點啦 我再幫忙直接急著買這樣啦 沒人啦 妳要不要幫他買一下 不要買 這是之前小時候 阿嬤跟阿公 就是一起在那邊賣過順甘嘛 所以其實也是知道這種 就那種受殘狼的心扣 對啊對啊 就覺得 知道耶 總之心有 會有一些那個 感覺吧 會有同理之類的 過來 臨上路自己淋得一身濕 但是卻不以為固 和水果阿嬤大手和小手 在颱風天一起緊握大傘 守護水果攤的助人經歷 讓兩個人都覺得好溫暖 明豪報張念慈南投報導